Where's those drinks Max Working on it Get it close Hello 大家好 片头呢是破产姐妹 就是To Book a Girl里边剧情的一个画面 就是相信啊 有很多朋友都被打奶泡这个问题所困扰着 那么今天睁大你们的眼睛 我来带领你们解决打发奶泡的问题 首先我要讲的是 打发奶泡的技术性和技巧性是非常强的 一期的视频我肯定讲不完 所以说我会把打发奶泡分成几期 系统性的来讲述 怎么样才能打好奶泡 首先很多人在问 那打发奶泡需要用什么样的牛奶 打发奶泡最好是用全纸的牛奶 当然拖纸牛奶也可以打发奶泡 但是呢脱纸的牛奶极容易分层 所以说当你在做咖啡的时候呢 然后你如果用脱纸的牛奶做出来拉花 就会表面很糊 全纸的牛奶呢打发出来的奶泡融合度更高 不容易分层 另外呢如果大家想要口感好一点的牛奶 那我建议选择鲜牛奶 就是采用低温的巴氏杀菌牛奶 它的口感呢要比UHT牛奶要好很多 有一些人在问我 那打发牛奶需要用什么样的拉花缸 需要用多大的拉花缸 那目前呢在我身边的这两种呢 这款呢是350毫升的拉花缸 这款呢是600毫升的拉花缸 那到底要用哪一款拉花缸呢 取决于我们的咖啡杯是多大 这款呢是300毫升的咖啡杯 那我们就需要用到小一点的拉花缸 打发奶泡的质感就会更好 如果我们的咖啡杯是这种12盎司的外带杯 那它呢是将近400毫升 那我就建议用600毫升的拉花缸来打发牛奶 那首先呢我们要让蒸汽头 在牛奶中选择一个位置 以及深浅 那蒸汽棒在奶缸中的位置 我特意画了一张简略图 大家原谅我绘画工地不好 那首先我们看左边啊 左边呢它是蒸汽棒的深度 那这个蒸汽头呢 它的深度在1到2厘米之间 另外呢它的角度是15到45度 这样的一个角度 它不能没入太深 太深的话呢它前期没办法进入空气 所以说它就不能产生气泡 刚才在打发奶泡的时候呢 声音很刺耳 奶泡很薄 当然也不能太浅 太浅的话呢就容易产生太多大的气泡在表面 就像这样 然后右边这张图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啊 数字是表明是几点钟 这是一个方向 那拉花钢的钢嘴呢它是12点钟方向 拉花钢的钢瓣是6点钟方向 那打奶泡呢有顺时针和逆时针这样的转动方向 那我标记的这两个扇形区域啊 是适合蒸汽棒放入拉花钢中的一个位置的区域 那顺时针转动的点呢就是在2点3点4点钟方向这样的一个扇形区域 那逆时针转动呢就是在8 9 10这样的一个扇形区域 那我自己通常呢我用顺时针转动 那我的蒸汽棒的位置就在2点3点4点钟 OK这是一个简单的图示说明 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疑问的话 也可以弹幕啊 然后留言啊私信啊都OK 那我在空前的时间呢可以给大家解答 打发奶泡分为几个步骤 首先呢我要先进气旋转 在进气的过程中呢拉花钢需要一点一点一点的往下稍微的轻微的移动 这样呢空气就可以进入到牛奶中产生奶泡 当你感觉你的奶泡的发泡量已经足够之后 你的奶钢要稍微往上边抬一丢丢 这个时候呢就停止进空气 让蒸汽不断的收细打浓奶泡 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微妙 大家一定要掌握住 我们一定要靠自己的感觉 让蒸汽棒的蒸汽头的位置 处于在奶泡和牛奶的中间层 这样的话奶泡就会不断地被卷入到漩涡中 越打越绵越打越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靠自己的感觉 掌握住这个微妙的距离 但是你如果没入过多 那就会导致奶泡到表层会有一层粗粗的奶泡 因为表层的奶泡呢 不能够继续再卷入到牛奶中 所以说表面会有一层粗泡 那怎么样让空气正确地进入到牛奶中 什么样的声音是正确的 什么样的声音呢 是错误的 我们今天来做个对比 为了让大家直接的观看到奶泡的状态 所以说我就不捣钢了 然后呢直接看拉花的一个效果 像现在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进入的空气太少 奶泡太薄 那它表面的花形呢 就不容易成形 所以说我就会变成来 也设 sits 我的天子 那咱里又已不服飞 我跟着你 我说就说 你也不服飞 我闹着水 大量的事 是 您爹 你爹 我爹 你爹 那这种情况呢是因为进气量太多导致奶泡太厚 那我在做拉花的时候呢就很难去舒展开 那拉花的表面就是一坨的现象 那最后这次呢是奶泡的进气量适中 薄厚度适中 那我在做拉花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的去舒展开 花形就会有线条感 那适中的这杯咖啡呢 它的奶泡的厚度 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有一厘米左右 奶泡过后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表层的奶泡是非常非常厚的 当你去刮的时候呢 它的奶泡可以堆起来 是一坨一坨的 奶泡的温度呢 不要打得过热 在60到65度之间比较适中 怎样来判断呢 当你的手指感应肛身 能够坚持三秒钟左右的时候 那这个温度差不多 就是60到65度之间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立马关掉 奶泡的温度不能过高 如果过高呢 就会导致后期会产生很多粗的奶泡 当然奶泡的温度也不能太低 太低的话呢 喝起来就会有一种生生的味道 这就是一缸比较好的一个奶泡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表面是比较光滑的 当你摇晃的时候呢 它不容易撒出来 它表面是那种闪闪发亮的 有一种酸奶的质感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喝起来就是比较香醇的 有这种奶香的味道 OK 这一期呢我们就主要讲一些 奶泡打发的过程中的重要的一些要点 那之后呢我们会更深层次的去剖析奶泡打发 这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